第二天到那邊買掛包的 涼英傑都安 今天在少年 過年 晚上開始 要連續四天 要辦桌 他要辦桌請假遊吃飯 為了拼不用拼桌 今年是第一次要領好買牌 有人一早四點就去牌桌了 這個涼 涼桌 是因為說 今年受到不經期的影響 人是比翁年過去約更多 鼓勵 今年可能要辦千塊桌 熱湯頭的豬腳中度 幾乎沒有營養菜 香燒美食 有不少人為了這段早上來排隊單排 四點 四點多就出來了 幾點排到的 剛剛啊 我差不多五點 那今年第幾次來 第四 本家經營掛包大業者 從今天開始連續四天 辦桌車幾乎吃飯 除了不用拼桌 今年第一次本 購買牌 再去排隊單條就超過一公里 不少人都是沒頭路 有一檔沒一檔的乾坑人 很好啊 安東送暖 雪中送炭 涼桌 今天是第十八次辦愛生杯家 準備八道餐桌料理 以後今年可能會破一千度 開銷十九四百萬 不過他也感染 受到經濟不好營養 國際贊助也給錢 三千五千 那大家贊助的錢比較少啊 贊助人比較多啦 贊助人比較多啦 贊助人比較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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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的很多啦 就算是既然 七十一歲老闆 辦桌的規模也是一年比一年更大 就是希望在過年進行 生活艱苦的便宗 可以吃到八百感受到溫暖 既吃中還不如當 在那邊